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一名女中学生在自家公寓电梯里 随手撕下了贴在镜子上的广告传单 结果被以财务损坏罪移送到检方了 在公开的电梯监控影片显示 一名女学生照了镜子后 将贴在一角的传单撕了下来 随后电梯门打开 该学生在门把手上发现了同样的传单 也将它撕下并丢掉了 大约三个月后 该学生收到了来自龙人警察署的通知书 告知她因财务损坏嫌疑被移送至检方了 无法接受这种情况的女学生的母亲A女士 打电话给了负责的刑警询问 你们不是说她有嫌疑才送交检方吗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负责的刑警回答 嫌疑是明确的 那个行为本身符合刑法中所规定的 财务损害罪的构成要件 您的女儿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她已经不属于处罚少年了不是吗 对此母亲A女士感到非常荒唐 她表示 我们家公运有一个公告来 一周付33000韩元就可以贴传单 但那张传单是随便贴的 负责司传单的管理员 也和我女儿一起被移送了 那些不合法的传单 影响了居民们使用镜子 已经告诉他们不要乱贴了 乱贴的人才是财务损害罪 怎么会是我女儿撕一张纸 就算财务损坏呢 这样被移送是合理的吗 气愤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A女士继续表示 我家孩子是因为 看到传单上没有管理室的印章才撕下来的 这不就是跟每天贴在家门签的一样的东西吗 擅自贴这种传单才是违法的 孩子正在准备升学口试 压力很大 加上处于青春期 因为这件事酷得很厉害 甚至半夜会突然惊醒 这明明是没有恶意的行为 真的是值得送到检方的事情吗 母亲充满委屈地表达了不满 警方判断 学生的行为属于财务损坏 并将另一名60多岁的居民B某 以及在该传单上 贴其他公告的管理师事务所长C某 一同移送检方了 有住过韩国的人应该知道 在韩国很容易就能发现到 住宅的电梯大门甚至地形盖上 都会有这种违法的承担机 明明是违法 但很少会有人因为这个报警 总之想要说的重点是 就算是报警也该是居民们 而不是乱贴宣传单的业者们 在学生被移送检方的消息传出后 在韩网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网友们纷纷到进行调查的警察局 官网上留言抗议 大部分的留言都是在嘲讽 这里就是因为撕了传单 撕了家门口的非法传单 现在是不是应该自首 免得被送到检方呢 如果公余贴了非法传单 是不是应该报警112 让你们来撕呢 我要去龙然警察署贴传单 撕传单的人我全都会告 所以请不要撕 也有人讽刺 比犯罪者更可怕的是无能的警察 拜托不要像做习题一样看待法律 请按照常识执法 警察又不是处罚少年 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随着该警察局官网 涌入超过600多条抗议留言 警察局长亲自在留言板 发布了道歉文 对于相关媒体报道 给许多民众带来的困扰 作为局长感到非常抱歉 不论该事件中传单的非法性与否 对于警察未能实施 更加细致的行政工作 感到遗憾 虽然局长发表了道歉文 但很多人仍质疑 是不是因为不想在公告或官网上 正式发布道歉声明 所以就随便在留言区 发文草草了事 局长并没有承认具体的错误 并且对于因警方的出之 而受害的中学生以及父母 没有一句道歉 而感到非常愤怒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撕掉非法传单 算财务损害罪 那呼吸是不是算空气盗窃罪 真是让人窒息 无脑吗 这真是一件令人无语且荒唐的事件 让人觉得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了 这些警察真的是废物 贴非法传单的人和警察是认识的关系吧 也太不像话了 真的最近警察怎么会这样 犯下中罪的人还能享有人权 心气也能减气 反而一名中学生只是撕了镜子上的传单 却被送检察院 这是可悲的韩国检察官和警察 给他们发工资都觉得浪费 干脆废除司法机关 全部用AI来代替吧 因为这种事情被送检察院真的合理吗 虽然法律上可能不会受到惩罚 但他只是个中学生 想想孩子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太傻眼了 时间多没事做的话 去调查第fake事件吧 傻子们 所以 对于因为在自己家电梯内 撕掉船单而被移送检方的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自己家电梯内 在自己家电梯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